好那我們就來今天進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其實是在我們的社群裡面 其實是今天主題是有人在問說 究竟初學者到底該不該買比較好的相機啦 那會不會不好之類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會有人在都會想去說 我是個初學者我該不該 初學者就不應該買好相機 或者是初學者不應該買好相機 或者是初學者不值得買相機 或者是初學者不能買相機 類似像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從我開始在2012年開始賣相機 到現在都2022年 到今年的9月也就滿10年前的事情 這個10年間的問題 基本上一直都會有人在問 類似像這樣子的問題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覺得我有我自己的立場 而且我自己的立場 其實也有點改變 那我先講以前 我先講以前好 以前我會認為說初學者不要買 不要買二手相機 我覺得先不要買二手相機 我覺得初學者可以先買比較便宜的相機 這是我以前想法 可是遇到一件事情 遇到一個客人 從那個時候改變了我的想法 甚至直到我最近 甚至我最近使用了Sony最新的相機 A1以後呢 整個改變了我對於 今天這個問題 今天這個問題的想法 OK 所以說我先講一下 我最早的想法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我最早的想法 我是認為說 初學者不需要買太好的相機的原因 那是因為有幾個原因 新手機身跟一樣的問題 上次聽完 我覺得問題有點接近 但切入的角度有點不一樣 切入的角度有點不一樣 就是 但是在我很久以前 大概就講十年前好了 十年前你問我說 新手買高級相機可以嗎 你十年前問我的話 我會說不可以 不可以 我有一些原因 是第一個原因會覺得說 那個越高級的相機性能越好 你不見得會用得到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相機會降價會跌價 你又不常拍 你又不常用 不如你就買 還差不多的相機就好 就是相機會跌價 哪個電子產品不跌價的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 第三個原因 比較不建議的原因 那是因為 如果你只有三分鐘熱度的話 你把相機留著 就算你很快拿去賣二手 其實多少都會有一些損失就對 這是第三個原因 所以說你以前你問我說 新手今天的問題在下面 你十年前問我這個問題 新手買高級相機可以嗎 之類的 或是建議嗎 如果你問我的話 以前我是反對的 那是十年前 可是呢 當我賣的相機 接觸到很多 省省省省的客人 我在光華商場賣相機 大概是2012 不對不是2012 對 不是不是2012 我在光華相機賣相機 大概是在2010 2010年 不對不是2010 2010 2010年到2013年左右 那段時間我待在光華相機 商場 然後我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 那個客人除了是一般的消費者以外 其實我遇到蠻多的 像是以攝影作為工作或職業 不論是業餘還是職業的攝影工作者 婚紗婚禮攝影這兩個不講 我還有新聞記者的客人 我還有一般雜誌的攝影的客人 我還有幫人拍商品攝影的客人 然後呢 什麼還有玩家就很多了 有剛開始接觸的 接觸一陣子的 然後接觸資深的老前輩也好 其實我接觸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 當我接觸到客人 他如果是買相機我會問一個問題 我不是問他說 你在別的地方賣多少錢 問到多少錢 我不會問這種無聊的問題 我都會問說 為什麼你想買這台相機 這個相機對你來說的幫助是什麼 你為什麼想買 我通常會問這個問題 然後呢 其中有一個客人 他是職業的 他是職業的 他跟我說 1D系列跟7D 那時候Canon的7D剛出不久 算是 算是 APS-C的旗艦機 他說 看起來1D跟7D某方面很像 可是呢 你在使用1D的時候 快門延遲這件事情 1D是非常非常 時間非常非常短 大概只有四十幾ms的延遲 然後一般APS-C的可能是七十幾ms 可能五六十ms的差別 那我就問他說 四十幾ms跟五六十ms的差別在哪裡 他就說即便是相當 十秒鐘 一秒鐘 十秒鐘 你能拍 可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拍攝主題是 他們請一些貴賓來做破冰的一個儀式有沒有 那個冰塊會漸出來 漸出來 然後他就說快門延遲這件事情 就是你快門延遲越低的話呢 其實你拍照的畫面會 得到越精彩的畫面的機率會越高 他是這樣跟我講的 然後呢 或者是有些客人他買鏡頭 我可能會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買Canon的L鏡 Canon的L鏡好在哪裡 然後有些客人可以具體的 有些客人他們真的是 手機裡面都會放他們的照片 或者是放在平板上面之類的 然後呢 所以我經歷到很多形形色色的 或者是以職業 以攝影做職業 或者是攝影做業餘的收 也有業餘的收入 或者是以攝影當作是 樂趣的進階的玩家 或者是有些只是 把攝影當作是一個休閒 但是呢 我遇到一個客人 他改變了我的價值觀 不是刷新我三觀 是改變了我的價值觀 我還記得 他是台電的退休人員 我都記得他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這個客人 這個客人 他是台電的退休人員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台灣電力公司的退休了 然後他說他兒子 在去美國讀碩士 然後也在美國工作 也在美國結婚 然後他已經退休了 然後也就是生命中已經沒有 對他來說該完成的任務 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呢 剩下就是他跟他老婆 退休自由 退休的生活 他買什麼東西呢 他買5D2加24712.8 我都記得 5D2加24712.8 不是24105的KID進喔 是5D2 5D2的KID進是24105 大家知道嗎 但是他買的是5D2 搭配2470 F2.8 應該是 那時候應該還是一代的時候 然後呢 我就問他說 你是玩過攝影很久嗎 還是你為什麼想買這台相機 為什麼想買這個鏡頭 我的問題都一樣 遇到客人我都會問這些問題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年輕的時候有接觸過攝影 可是他年輕的時候攝影很貴 然後呢他就放掉這個興趣 但是現在攝影一定是很便宜的事情 然後他算一算 他買那一整到算下來才 也才十一二萬而已 才十一二萬而已 對他來說 這個這個並不是一個多大的支出 重點是能夠回到年輕的快樂 他跟我講回到年輕的快樂 那他為什麼年輕拍照會快樂 這我就沒有細問 這個比較牽涉到個人隱私 或者是他願不願意分享 只是那時候我在幫他打包 一個一個在點收打包的時候 我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想買這台相機 為什麼不是Nicone的D700 而是Canon的5D2 之類的問題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呢 當這個客人已經服務完 送出門外以後呢 我就第一個就讓我去回想 去讓我去思考一件事情 原來我的眼光太短淺了 我不應該用價錢 來去衡量你的 衡量我眼前客人的價值 我在講一遍喔 我不應該用這產品的價錢 去衡量我眼前客人的價值 其實我那個時候的老闆 也一直在念我 他覺得我太老實 不願意或不大去接收 賣高價的相機跟鏡頭給客人 然後我說我的想法很死 我會認為說 你是初學者 你就應該買入門的相機 便宜的相機 你是進階完 竟然就可以買進階的 你是高級的 或是職業的 就買職業的 對不對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想法是 我覺得一台5D2 雖然5D2那時候 全世界台灣最便宜是79,900 然後有很多日本觀光客 來台灣買他們 日本製的相機回國 相信我老玩家 應該都還記得這件事情 那時候對我一個月薪水 不會才2萬2 沒那麼少 大概2萬6、2萬7來講 我要存一台5D 偷偷存3、4個月 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很昂貴的3D產品 而那時候我也才用APS-C的相機 即便我玩的那時候 直到那個時 2011年的時候 即便我玩攝影 玩了10年 我也開始在寫教學了 那個時候 我還是抱持著說 你是入門的消費者 你是初學者 你就該買便宜的相機 基於相機 很多功能你用不到 是浪費 然後電子產品會降價 降價你的話 你也浪費 第三個是 如果你就3分鐘熱度的話 就算你馬上賣掉 其實也對你來說 也沒有意義這樣子 基於這三個原因 但是直到遇到那個台電的 退休人員後 他第一個改變 他真的改變了我 對於相機 以及對於人的使用的價值 好 這是我7、8年前的故 快10年前的故事 那我講個最近的好了 我講個最近的 最近因為 因為我有 因為最近我的家務事 比較忙一點點 我經常要陪我的 子女出去外面玩 然後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 小孩子的作品 小孩子的範例的照片 但是因為 我自己都沒有小朋友了 我有的小朋友 都是拍別人的小朋友 可是別人的小朋友 會考慮到 那個肖像權的問題 所以說我也不太可能拿別人的小朋友 來當成 來當成那個作品 所以說 你問我說小孩子怎麼拍 我說小孩子 拍小孩子 拍小孩子 跟拍貓貓狗狗 跟花花草草 我覺得是一樣的 你不需要特別想去怎麼拍 直到了 我用了一台相機以後呢 會讓我覺得 以後拍照真的 我個人 這是我個人認為 我很樂觀 我很樂觀的是 以後拍照 用單眼相機 或用DSLR 修正 用現在的新一代的 比如說我手邊的這台 Canon R5 我有感覺到大家未來 一定會開始重新拿相機 我已經有感覺到這種感覺了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 我那天帶的是A1 Sony的A1 去 然後呢 我們去那個 做爸爸媽媽的比較清楚 就是那種親子樂園 那個親子樂園就是有那種 有那種 彈簧 彈簧啦 或是隧道啦 或是有爬的啦 或是磚的啦 或者是 球池啊 那種地方 那種是那種 小孩子 遊樂園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我要照顧我 直子跟子女 所以說 我就拿著我的 那時候帶著A1去 想要去測試他的 對焦性能 然後呢 我就第一次帶著A1去 那種非常不好拍的場合 然後呢 我的身高大概是 雖然我 雖然我號稱 我的號 雖然我都號稱 183 可是415 我有180 以我的身高180來講的話 對於那些 那些通道有沒有 很多地方我都是要彎下腰 往前走的 大家可以懂我意思嗎 很多那種小孩子的兒童樂園 他那裡有很多隧道啊 或是那個 敲敲板啊 或者是那種通道是很矮 對我們大人是很矮的 然後我這種號稱 身高180的我來講 我很多地方 我要彎下腰 然後呢 甚至有時候為了要拍照 我必須要側著身體去拍 因為我裝不過去 因為那個洞太小 那個不是跟我們大人玩的 可是我的直子在裡面鑽 我想要去拍他 正在鑽的感覺 那我身體又鑽不進去 那該怎麼拍呢 於是呢 我乾脆就這樣子 我就直接 欸這樣子看不到 我就直接這樣子 我就直接手伸到洞裡面 我就伸到洞裡面 我的眼睛根本就看不到這個畫面 雖然那時候的 因為 尷尬的是 那R1有沒有 R1不能像Canada R5 螢幕可以這樣子側翻 R1不能這樣子 如果那一天我帶的是這台R5的話 我把螢幕這樣子側翻過來 我還可以構圖 我還可以對焦 可是呢 因為R1不能側翻 所以說我就變成這樣子 直接拿著對著洞口 用眼睛斜斜的去看構圖 至少頭不要被卡掉 身體不要被卡掉 然後呢 至於對焦的部分 我就開啟人眼最終對焦 我開啟人眼最終對焦 你們知道嗎 那種情況上已經接近是盲牌的 A1喔 你們等我一下 我拿出來一下 A1 A1 因為 因為那天我帶的是 那天帶的是A1 A1它是螢幕是這樣子翻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 你要 你要往這個方向拍 我的眼睛看不到這裡啊 對不對 它只能這樣子啊 它不像是R5 如果那天我帶的是R5的話 我這麼拍 我螢幕就可以 側翻過來 至少我還可以看得到螢幕嘛 對不對 可是呢 R1它沒有 欸不是 不是R1 A1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只能說側身 好 講錯 A1 A1 A1跟R5 我講錯了 對我講錯了 那天我帶的是A1 我有點像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洞口太小 我鑽不進去 那不是 那大人的身材是不好 是鑽不進去的 所以說我只能這樣側身 這樣子去從螢幕上這邊去拍 基本上已經接近是所謂的盲拍了 可是盲拍的話 我回來修片的時候 我發現 哇那個剛好A1 是五千萬畫素 放大後你會發現 哇那個眼睛對得多準你知道嗎 那眼睛對得很準 那個睫毛啊 眼睫毛 放大後 一根一根都還數得出來 好幾張都是這個樣子 我根本就沒有去對焦 或者你就講白的就是 我就只是相機拿起來 我就直接拍 我什麼都沒有做 因為那個情況下是 我整個手都伸進隧道裡面 我只能大概去看一下 這個側邊的角度 去看一下我的快門跟光圈 對焦我沒有辦法去管對焦 但是我知道 他有判斷人眼的追焦性能 我就直接拍 而且那天拍了很多 這樣類似像這種情況下去忙拍 我發現回來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說 我的老天兒啊 那個對焦已經到了一種 無腦程度的對焦你知道嗎 已經接近到一種無腦 就可以拍到好的程度 為什麼我要這麼說 因為那是個兒童樂園 對於我們大人來講 很多地方我們是身體會鑽不進去 或是不好過 你要拿的相機在裡面拍 不是很好拍 然後特別是對焦 以我們拍照習慣對焦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是拿的是R5的話 我直接用手去點去對焦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的科技 已經有所謂人眼追蹤對焦了 你為什麼不去用這麼好的功能呢 前提是你 你有把那個功能打開 前提是你的相機有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回來我在看這些照片的時候 才發現說 以後我拿A1 因為我只舉例A1 我拿A1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用去管對焦了 只要是有人我根本就不用管對焦了 你們知道嗎 那種使用的經驗 跟我使用R3 那個Sony R3 一樣有人眼追焦 或是我的A6400 一樣有人的眼睛追焦 我就比Sony自己家而言 我覺得到了A1等級 或者是A74的等級 應該都是使用 接近的對焦系統的計算性能 會讓很多過去在拍照情況 會對焦感到很 在對焦操作上面 感覺到很吃力的使用者來講 這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我相信很 當然對焦 當然一張照片要拍得好 不只是對焦而已 可是呢 當你省下對焦這個功夫以後呢 你只要腦袋夾去想兩件事情就好 你想說你拍這張照片要多少快門 你拍這張照片要多少光圈 然後感光度設定在自動 甚至在那種跑跑跳跳的場合 像你用快門優先 我通常很多人在問我說 老師 到底什麼時候用快門優先 什麼時候用光圈優先 我都會一個很好的解釋 如果你們手邊有筆記的話 你們趕快記下來 而且不要告訴別人 因為我不太喜歡把 我上課的密記告訴大家 那個密記是什麼 什麼時候判斷什麼時候用光圈優先 什麼時候用快門優先 我只會在上課的時候講這個密記 今天有參加直播的人會聽得到 我回去這段直播我一定會卡掉這一段 我一定會卡掉這一段 所以說如果你們有筆記的話 你們可以記一下 就是 什麼時候用光圈優先 拍花花草草的時候用光圈優先 這很好記 那什麼時候用快門優先 拍貓貓狗狗的時候用快門優先 為什麼我會用這樣子的比喻呢 那是因為對於初學者來講 拍花花草草是比較偏靜態的 偏靜態的話 比較在意的是光圈跟景深的選擇 對不對 那拍貓貓狗狗 因為貓貓狗狗會跑會跳 所以說你要時常控制快門 所以說用快門優先 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所以說對於初學者 還比較分不清楚這兩種模式哪一個 模式適合哪一個的話 我都建議是拍花花草草用光圈優先 拍貓貓狗狗用快門優先 甚至更簡單的計法就是 會活的東西用快門優先 死的東西 或是不會動的東西用光圈優先 你也可以這麼去記 然後呢 回想起來 我過去很多學生 其實都很多人都放棄相機拍照 大家都用手機拍照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因為手機基本上不大需要對焦 因為你們 因為從景深計算上的結果上來講的話 手機相機基本上不大需要對焦 真的 因為在景深計算上 手機相機的焦距非常的短 它可以接近泛焦的程度 超焦距的程度 所以手機不用對焦 了不起手機的畫質不夠好 了不起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很多人說 之所以我們大家都會選擇用手機拍照 而不用相機拍照 有些人說是輕便 我承認那是輕便 可是最大的一個原因是 手機拍照非常非常的方便 方便到你不用去花太多時間工夫 去操作這些按鍵 你不用花太多工夫去做這件事情 自然你就會比較愛拍照 我再說一遍喔 我覺得有一部分的人 我不能說全部 這麼一大群的人都用手機拍照 至少我相信有一半的人 會選擇手機拍照 不是因為手機方便 我覺得不完全是 而是他們覺得說拍照的時候 這些按鍵太多了 這些按鍵太多 讓他們拍照的時候很吃力 再加上相機又會蠻重的 所以說他們比較不喜歡 這樣子去拍照 寧可用手機去拍 道理是這樣子 那是因為手機不大需要對焦 因為手機的焦距非常短 焦距非常短 代表說景深會非常大 就算不對焦 也都在合焦 也都在景深範圍內 然後那手機也不大需要去調整曝光的亮度 這個也是手機拍照方便 所以我剛剛說過 有一大群用手機拍照的人 他們會改用捨棄相機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手機拍照太簡單了 就算是手機畫質明顯不如相機 他們還是願意用手機拍照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我們做個如果 今天這台A1 今天這台A1 它不是16萬 它是16萬 就有這樣子的性能 你覺得你願不願意去買 這樣子的相機 讓你在比較難拍的場合下 可以很輕鬆的就能夠拍到好 而且回去看的畫質 非常的漂亮 我只能用漂亮來形容 你們覺得如果相機 我是指相機 我是指相機 能夠讓你很輕鬆的 就能夠完成對焦跟正確的曝光 你們會不會比較願意回去用相機 應該問你們不大準 問你們不大準 那是因為會在這個聊天 會參加直播的人 大部分人都還是會用相機的比較多 我們換個問法 在這個直播室以外的外面的人 這個直播室外面以外的人 都是用手機拍照嘛對不對 OK 但是你們認不認為一件事情是 當他們握著這樣子的相機 他們握著這樣子相機 他們不用花太多功夫 甚至用全自動拍照 不但對焦對得好 而且曝光也正確 而且HDR也處理得也不錯 動態範圍表現得也很好 他們要做的 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兩件事情 帶出門 並且開機構圖拍照 你們認為這樣子 會不會讓他們比較願意 回頭繼續用相機 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你們周圍的朋友 他們有些人不用相機拍 你們覺得相機重或不方便 是他們唯一捨棄的理由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是因為過去的相機 真的太難了 過去的相機真的太難了 你要知道我的 你看上面這個東西 廣告一下 攝影那個入門七堂課 對不對 這個七堂課裡面 其中的有一堂課 整整一堂課兩個小時時間 都在講對焦 再看一下 再看這裡喔 我要過來一點 攝影入門七堂課 這個七堂課 歡迎大家報名 中生看 線上看 中生看 其中裡面有一堂課 就在講對焦 在教什麼 相機的對焦原理 什麼是對焦 對焦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要對焦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那兩個小時 不是只是在講對焦 而有很多構圖的概念在裡面 OK 但是呢我們回到 A1身上 我們回到A1身上 如果說今天你忙拍 在很多情況下 你真的沒有辦法看清楚畫面 相機會自動幫你對焦好 而且對的還蠻準的 而且齁 在曝光 跟動態範圍 跟畫質表現 基本上你可以把 你把A1 你轉到全自動去拍照 都可以拍得非常好 你覺得 如果相機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話 你們 我們周圍的朋友 會不會 有一部分的人 願意 回頭來買相機 來拍呢 我只問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們覺得如何 你們覺得如何 我個人覺得 很多人 人說比較多願意 畢竟有要求的人才會來買 當然沒有錯 可是呢 很多人說 至少很多 用手機拍照的說法 是說 手機拍照方便 因為天天誰不帶手機 我們應該這麼說 現在手機已經進步到說 你出門可以不帶錢包 但是你不能不帶手機 對不對 因為手機可以用 Apple Pay或Android 各種第三方支付 你用手機都可以綁小漆 你也不會餓死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人說 會用手機拍照 的原因 是因為他輕巧 而用這個相機 重 當然他很輕巧 這是相對比較 你們覺得這是他們放棄 拿相機拍照的原因嗎 你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那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他不是全部的原因 我覺得那是一部分 也許佔五成或四成 但是那不是全部的原因 因為拿手機拍照的人 終究看到相機拍照的照片 細節 傻瓜都看得出來 獨眼龍都看得出來 手機拍照怎麼樣都沒有相機好 就算放到臉書上面去看 還是看得 還是有在複雜的光源場合下 手機表現得還是不夠好 更何況是動態的 跑跑跳跳的那種東西 手機根本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而且呢 昨天前幾天我去的那個 遊樂那個 小朋友玩的樂園 那個動不動 ISO做是八千一萬以上 在跑的東西 手機能拍到嗎 手機在小朋友跑跑跳跳 手機能夠拍到清楚 而且還算看得出是你的孩子 不是別人的孩子 沒那麼容易啦 沒那麼容易啦 真的 所以說呢 我沒有離題喔 我到現在我沒有離題 我只是分享了我前幾天 用A1拍照的心得 真的我必須講 我根本就不管對焦了 我說實在話的 我就直接拿過去 我只管構圖 我只管構圖而已 那怎麼構圖 怎麼樣 構圖 然後調一下快門 適當的依情況 調一下快門 我只做這件事情 對焦 我根本就不管的 那如果 我說如果 這不是一台16萬元的相機 而是一台5萬元的相機 你們願意 那你們認不認為 這樣子的相機 會不會吸引很多人回來買 回來用相機 我個人認為是會的 我個人認為是會的 那所以說 我沒有離題喔 回來這裡 我怎麼老是搞錯邊 回來這裡 新手適合買高級相機嗎 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殘酷 對有些人來講很殘酷 我必須講 新手更應該買高級相機 這是我今天的心 我先講結論 我比較喜歡先講結論 再講後面的推 我的論述 反而我覺得新手 該不該買高級相機 我認為應該 當現在的Canon R5 擬控的Z9 收你的A74出來以後 從這一代的相機出來以後 開始 我認為 新手更應該買高級的相機 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 相機太聰明了 相機太聰明了 已經在對焦上跟側光上 以及畫質上 真的 我必須講 跳到EVIL 這樣子的設計下 真的 進步了非常多 讓你拍照起來 你根本就是無腦拍照 所以說呢 如果說今天你的朋友問你說 我不會攝影 那我是不是買一個便宜的相機 比如說說你的A6100 或是你Canon的RP之類的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的朋友 預算沒有上限 你就直接推他去買A1 如果你的朋友 沒有預算上限的話 直接買A1 或者買A74 如果他是喜歡理控的話 你就直接叫他買Z9 如果是Canon的話 直接叫他買R3 R3太重的話 買R5 R5燒貴的話 買R6 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體驗的心得 如果一般的媒體 或一般的攝影玩家 你們覺得講的話 可能不夠說服得了你們 我想你們應該可以 我值得你們去相信的理由是 我玩攝影 你們應該很少在我的文章裡面 或是在直播裡面 聽到我玩攝影玩了幾年 我很少提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提這件事情 你吃的飯多喝的水多 不代表你的在某方面的領域 就能夠比別人還強 我覺得沒有這種道理 如果你真的要算我玩攝影的 大概玩了幾年 如果從第一個 從第一個底片相機開始 從第一卷底片裝進去 當初是開始玩攝影的話 我也玩了十八年了 十七十八年了 可是呢 我寫攝影教學 我已經寫了十一年了 我寫攝影教學 我寫了十一年 我教書 教攝影已經教了八年了 我接觸的相機 從Canon的300D、350D 那時候開始 到現在 從一台一兩萬的 到一台十幾二十萬的 我都接觸過了 而且好幾年的累積的經驗 跟教學的經驗 跟累積的銷售經驗 累積的寫作、教學 跟實作的經驗告訴我 從現在開始的相機 Canon的R5、R6以後的相機 Sony A74以後的相機 Nicone Z9以後的相機 真的在拍照上 可以讓你很輕鬆的 都能夠拍到好 我不只是對焦 就連側光 甚至動態範圍 或者是他們內建的HDR 各方面的處理 都已經處理到一個 還算不錯的程度 那回到問題說 那新手適合買高級相機嗎 他終究還是有預算上的問題 這個時候呢 我就必須講 終究買東西 還是跟你的荷包有關係 不是每個人都是沒有上線的 這個問題 如果你問郭台銘 郭台銘如果說 如果郭台銘打電話給我說 賀珍珍聽說你很會教科對不對 專門教職對不對 我說是 那你覺得我身為郭台銘的 我買一台相機 哪一台適合我 我可能會說 你喜歡Canon、Nicone還是Sony 我喜歡Nicone 那就是Z9 我喜歡Sony 那就是A1 我喜歡Canon 那就是R3 你覺得郭台銘會在意多少錢嗎 郭台銘才不在意那些錢 郭台銘只會在意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幾個小時後可以拿到貨 他只會在意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又不是郭台銘 我們終究還是會有預算上的限制 所以說 今天的問題 我認為 反而是新手買高級相機沒有什麼不好 反而我覺得新手更需要依賴相機的電子性能 來幫助你拍得更快樂一點 請留意 我講的話不是拍得更好 我認為拍照應該要先快樂 喔 郭董應該會直接請個攝影師喔 也是啦 那有沒有人認識郭台銘 我可以當他隨身的攝影師 好 開玩笑了 回 我剛剛講到哪裡 一離題笑我剛剛講到哪裡 喔 對 對 我想 我想起我 我喝一口水 不是啦 自己拍的 自己拍跟別人拍還是不一樣啦 郭台銘只會問 A1是不是 我什麼時候現在有嗎 現在沒有 那幾個小時後會有 他會問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再問 我一次買1K你可以給我幾折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的票開六個月 OK 那是開玩笑的 好 那 新手該不該買高級相機這個問題 我先講我覺得新手反而更需要的原因 那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相機已經進步到非常聰明 你應該要新手在你的技術不是很好 攝影觀念不是很扎實的情況下 你應該要比較依賴相機帶給你的電子性能的方便 好讓你拍的比較快樂 請留意 是拍的快樂 而不是拍的比較好 不是 我認為拍照必須要先快樂 你沒有快樂 你就不會往下拍 對 也因為這樣子 邊曬音符邊顧孩子邊聽 然後邊拍小孩 決定從5D3跳到A74 這個也跳得太 你5D3用的也太久了吧 請容我一拜 因為5D3也用的太久了吧 真的容我一拜 所以說呢 有沒有挫折的概念 這是個好問題 就是使用越好的相機 因為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教攝影教了這麼多年 我寫了這麼多文章 接觸到那麼多相機 然後也看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分享後 我覺得 我覺得不管是你 不管是我 不管是玩了十幾二十年 也不管你是玩什麼 拍什麼主題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必須要先快樂 同意嗎 大家覺得同不同意 做任何事情必須要先快樂 你必須要先快樂 你才會持續下去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你不快樂 你怎麼會持續下去呢 因為 學習是有階段 你看我上面的七堂課 七堂課我可以唸給你聽 第一堂課叫做新手概論 第二三堂課叫做器材認識 四五堂課認識快門 六七堂課認識光圈跟景深 這是七堂課的概念 我再講一遍 七堂課是 講反了 七堂課 我上面的七堂課 我直接背給你聽 第一堂課是入門概念 第二堂課跟第三堂課 是認識相機跟器材 第四堂跟第五堂是認識快門 第六堂跟第七堂 是認識光圈對焦跟景深 可是麻煩的是這樣子 一件事情很麻煩 是這也是沒有辦法事實 就是你拿到相機以後 開始拍照的時候 你必須七堂課都要先學會 你拿起相機拍照 你才會拍得好 請你們留意我講的重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的教學心得 這邊的七堂課 循序漸進來拍 不,循序漸進來學 你不可能一個晚上把我七堂課 十個小時全部看完又吸收的完 你可以全部看完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吸收的完 但是很不得已的情況下是 當你拿相機出去外面的時候 你必須七堂課你都要會 你才能正確的拍好照片 可是麻煩的是說 老師等一下啊 我第六堂跟第七堂都還沒有學啊 可是出去外面時 就是要用到第六堂跟第七堂的課啊 那這樣子我就拍不好了 沒有錯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相機 之前相機做的不夠好 不好意思 我代替廣大的相機廠商跟你說聲對不起 因為以前的相機真的做的不是很好 有很多地方值得該去進步的 這是很沒辦法的事情 可是呢 現在的相機 我再說一遍 我沒有偏攤哪一家 Sony的A74 Canon R5 R6這一代 Nikon Z9這一代 開始 真的會讓你拍照變得快樂 好 你拍照流程的話 至少拿到相機時你要先構圖 構圖往後你要對焦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相機對焦都成為一個困難的時候 你會拍得好嗎 你一定拍不好 拍不好你會一次拍不好 兩次拍不好 三次拍不好 你還會快樂嗎 如果你都不快樂了 說實在話呢 你就很快就轉去相機 手機拍照 因為手機 手機拍照太聰明了 你知道嗎 手機拍照太聰明了 正是因為他很聰明 所以說顯得你拍得很 拍得隨便拍得隨便拍得好 所以說當很多人說 手機拍照很輕便很方便 我覺得那是事實 可是不完全說服那麼多人 拋棄了相機 全通通改用手機 我相信還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很大一部分的人 還是願意回去用相機來拍照 只要相機性能夠好 而且夠簡單 讓他們去拍 我相信他們會回頭來用相機的 現在是2022年1月6號 我們來看一下 多少年後 會我這句話會實現 我希望這個 我希望這個觀念 真的是能夠實現 會是最好 那我沒有回離題喔 回到下面這一句話 新手買高級相機可以嗎 高級的定義是什麼 兩三萬元的相機算是高級嗎 還是要十幾萬元才叫做高級 我覺得新手 反而應該要去買比較好的相機 讓比較好的相機來輔助你拍得更快樂 更開心 當你快樂又開心 你才會繼續拿著拍 繼續拿著拍 繼續拿著拍 當然你也不可能一直快樂下去 你會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遇到挫折 你會讓你覺得快樂的感覺 大於挫折的感覺 你還是會去慢慢的上面的七堂課 慢慢再去學 我今天遇到的這個問題 好像在第五堂課有談到 那我是不是跳著先去看第五堂課呢 對不對 重點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下次如果有朋友問 跟你提過類似器材購買的問題 會問你的人一定都是初學者 或是不懂相機的人 你就告訴他 賀珍珍老師有說過 新手買高級相機是可以的 那是因為 讓相機的優異的電子性能 來輔助你拍照拍得更快樂 請注意 請注意 我一直都在講快樂 我覺得快樂很重要 你做任何事情不快樂 你就不會想去做了 而現在大家 哎呦 差點摔跡 而現在大家用手機拍照拍得很快樂 自然就不容易回去相機 因為 在2021年底 以後的相機 我覺得都可以拍得讓你拍得很快樂 因為前兩天也是因為照顧我 子子跟子女 才覺得年紀大了 腰真的是 不容易這樣長時間 身高180的我 真的沒有辦法一直圍蹲下去 真的是拍照很辛苦 那天我真的是忙拍很多 甚至是追焦 甚至是追焦也追得非常厲害 有那種小滑梯 小朋友那種溜滑梯有沒有 對不對 溜滑梯不好拍 有誰拍過小朋友溜溜滑梯的 有誰拍過 拍過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嗎 就是小朋友從溜滑梯這樣溜下來 有誰拍過而且還拍得好 有誰拍過 我喝一口水 有沒有人拍過這種主題 有 不好拍 怎麼個不好拍法 怎麼個不好拍法 不好對焦 拍子女 不容易對焦 沒有錯 因為要追焦 那個叫追焦 然後構圖會跑掉 沒有錯 我們會希望是這樣子 這時候切到我的電腦 當然切到電腦 因為我 因為我的那些照片 並不在我這台電腦裡面 我只能畫給你們看 好來 我用畫給你們看 好不管 你的構圖是 照片是直的 OK 然後呢 你要溜滑梯是 這樣子滑下來的 溜滑梯是這樣子滑下來 對不對 你希望保留保持這樣子的構圖 你要保留這樣子的構圖 可是呢 你家小朋友從上面 慢慢的嚕嚕嚕嚕嚕嚕嚕 慢慢的嚕嚕嚕嚕嚕嚕嚕 嚕到下面這邊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正確的拍法 正確的拍法 我是也不能講正確的拍法 是應該要做到什麼 相機應該要怎麼去做 應該要這樣子 對焦在這個地方 當小朋友嚕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對焦點持續跟著他 小朋友嚕到這邊的時候 對焦點持續跟著他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會改變你的構圖 而小朋友都還會是清楚的 然後當然要這樣子的話 相機一定是AF C 一定是連續對焦嗎 連續AF 對不對 一定是連續對焦 對不對 那 前面或是左側 但是呢 你選的AFC 很麻煩是說 我用 橘色好了 你一開始對在這個地方 相機裡 當時要對到他 那小朋友嚕到這位之後 你會發現 對焦框不見了 會沒有辦法正確的對到 小朋友 小朋友那一段就會模糊 然後呢 有些人 這種拍法 有人會覺得說 乾脆不如這樣子 我乾脆對焦點就 放在中間這裡 這是焦平面在這個位置 小朋友這樣子 慢慢嚕下來的時候 你就開啟點拍 當小朋友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能夠抓到成功的一張 這也是一種方法 或有些人用陷阱對焦法 當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知道嗎 那天我用R1是怎麼拍法嗎 我講出來會真的會嚇死 我自己都嚇一跳 竟然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我自己都還蠻嚇一跳的 一樣照片是直的 一樣溜滑梯是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呢 小朋友坐在 小朋友 我用綠色的 小朋友在這裡 他慢慢錄下來 慢慢的再錄下來 錄到最下面 我整個構圖都沒有改變 我只是讓他 一開始 用手去點 叫相機去追他 並且我設定在AF C 然後呢 當小朋友慢慢 過程我用藍色的 慢慢的錄下來 慢慢的錄下來 慢慢錄下來 A1竟然能夠做到說 錄到這地方 然後呢 我開啟Hi Plus 大概每秒30 至少20張臉拍啦 20fps啦 我用這樣子去拍 想不到我回來修圖的時候呢 我竟然發現 20fps 回來修圖後 我發現 哇真的 張張準耶 不能說 不能說那三四十張 通通準 至少 準的機率 我覺得應該有七到八成 以上 我沒有去數 大概八成應該是沒有問題 真的 至少A1可以做到 至少A1可以做到 Sony A1 那你說採用相同的核心 Sony A74 可不可以做到 Sony A74 老實說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雖然帳面上的規格 看起來是一樣 我是說 看起來帳面上的對焦性能 跟它的核心是一樣 可是呢 終究我相信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手邊沒有沒有A74 所以我沒有辦法比較給你們看 我沒有辦法比較給你們看 但是呢 A1可以做到 真的是不能說 一百張 一百張多準 但是七十張準 八十張準 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有人說 後來都用錄影 留畫面 不是拍攝 我覺得錄影是另外 我覺得錄影是一回事 照片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今天只講照片 那是因為 照片要連續對焦 要對準 還真的還蠻難的 還蠻難的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變得Easy呢 變得很簡單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很多人願意去買 至少A74 但是 在小朋友這樣子錄下來的過程中 可以拍得比較好 那有人說A7R4 很可惜 A7R4還是屬於舊世代的 A7 如果我們講Sony A7 我幫大家做個 它有分一代 二代 三代 跟四代 四代系統 包括A1 Sony A7 是這種分 第一代是A7 A7 S A7 2 白白白 A7R 二代就是A7 2嘛 對不對 A7 S 2 A 7 R 2 到第三代的A7是 A7 3 跟 A7 A7 R3 以及A7 R4 還有A7 C 真正到了第四代 第四代是 A7是 A1 A7 S3 寫錯 3 所以說呢 我覺得是要到這一邊以後 才能達到我剛剛講的那種對焦的水準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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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在這裡 A9 2也在這裡 A9還是在第三代 第三個世代 使用相同的晶片 使用相同的處理性能 A9還是第三代 看他的CPU就知道了 看CPU 就能夠決定他的演算能力 跟他的性能 而不是看感光元件 不是看堆疊式或被造式 不是看這個 看他的CPU 我找一次給大家看 教大家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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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A74 同時我們來看A9嘛 A9 A9在哪裡 A9還是A92 A9在哪裡 過同了嗎 A92好了 來 我教你們怎麼看 我教你怎麼看 啊 算了 直接看 產品規格 我自己也要確定一下啦 在哪裡咧 在哪裡咧 目錄頁有標示 我先看A74啦 但A9呢 我們看一下A9 有嗎 沒寫啊 他沒講啊 圖案 我們看一下 A92我確定一下 上一層 嗯 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也有點不太確定 所以說我怕我講錯 我自己我也看一下 我把A7R4也同樣找出來給你們看 A92 A92 然後再把A9一起叫出來 我們一起比較一下 你看A9 有沒有 他是BileX 那A92呢 有寫嗎 有寫嗎 沒寫 為什麼不敢寫 有沒有看到 秘密 也有啦 只是 這就是我覺得很討厭的地方 他都不會 每次我在寫相機教學的時候 我在找規格表 我都不會看台灣Sony的 我都是看國外的 台灣Sony有時候 給的資訊 愛給不給 或給一半 甚至還給錯 他有講嗎 是奇怪 怎麼會沒有講呢 喔 真的是齁 好啦不要看台灣Sony啦 台灣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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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頁面太爛了 那A7R4呢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rr 那A7 씨呢 XR 那A7 씨呢 所以說 X是上一代 而且 而且齁 重點是 A7 씨他是 2顆 XR 它是两颗XR 双核心的意思 所以说X是上一代 XR是新的一代 那换句话说 回到我刚刚这一页 我没讲错 我没有记错 这边要再把A9 跟A92放进来 真正的分水岭 我觉得分水岭在这里 以Sony来讲 分水岭在这里 然后这是使用XR 然后乘二 XR乘二 它的计算能力才可以做得很好 A7的第四代的A7 以前我们都会看这个尾罪 这样子不准 你看A7S3也是双XR A1也是双XR 这样懂我意思吗 这是Sony哦 那Canon呢 Canon就不用 我直接跟你讲了 Canon Canon就R5 R5 R6 R3 跟可能未来的R1 因为现在没有消息 我不敢讲 我不确定说讲R1 那Nikon呢 Z9 没有啦 Nikon是Z9 OK 所以说画面回来我这里 我后退一点 所以说呢 今天问题很简单 我们要看下面的新手适合买高级相机吗 如果没有预算的前提下 我当然是觉得你应该仰赖相机的优异的电子性能 分担掉你一些在拍照时候的负担 请留意我这句话 新手该不该买高级相机 我觉得应该想买 所谓的高级是新 至少是我刚刚讲的新一代的相机 让相机分担你一些拍照上的负担 你懂为什么 请让相机分担你一些拍照上的负担 这样子你拍照会比较快乐一点 成就感会比较好 懂为什么 可是呢 终究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预算 不是每个人都是郭台铭 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个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 这样子的人 所以说呢 我认为 如果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不可能去买到A1一台十几万 AZ9一台也要十几万 然后最起码Sony可以买A7 最起码我觉得啦 今天好像有点变成相机推荐了 知道吗 今天好像有点接近相机推荐 Sony的Canon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买R6 Nicone的话 目前 你只有这个可以选 Z6 Z7 Z7 Z2 这两个还是不行 我觉得还是不行 Sony的话就是A74 你就买A74 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你就A74 确实A74 是64980 也算是一般人比较可以接受的 那你说A6000系列呢 A6000系列呢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下一次应该是A6 A6200 A6800 A6800 或A6900 你号码都快用完了 号码都快用完了 对 对 讲得很好 例子讲得很好 有人说同理可证 新手驾驶要用自排车 不要锁排车 这样讲得很好 对 讲得非常好 我分享一下我开车的 我 我考驾照的经验 我开车的经验 我大概是20 我非常晚才去考驾照 我大概是到了2019年那年的8月1号才开始去考驾照 你们没有听错 我是在2019年的8月1号开始练习考驾照 你们没有听错 2019年 然后同年的9 2019年的9月我就开始开车上路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是考手牌 我考手牌 我考手牌车 然后呢 手牌车就是你在 手牌手牌手牌车就是 换挡的时候要要要要要采离合器对不对 你才能换挡 可是你开车的时候不是只有换挡这件事情啊 你开车你眼睛要看前面 你的眼睛要看左边 你的眼睛要看右边 你的眼睛还要看后照镜 你的眼睛还要看油亮 你的眼睛还要看有没有交通警察 还要看三宝对不对 你是不是觉得在开车的时候所有资讯都会在卡在你脑袋里面 你是不是非常的会让你觉得很负担很大 对不对 但是呢 当开熟了以后 我先讲 当你开得很熟练的以后 你是不是身体跟你的眼睛什么时候左转右转你的注意力会跟着你的事情跟着你的身体在做这些事情 甚至连看导航边看导航边开车然后你也可以也不会被ABA给挡住也不会担心什么事情因为你很熟练那就是熟练对不对 可是驾训班最不OK的一点就是驾训班的训练场合是一个非常干净没有外在干扰的地方 你遇到一些人家超车或给你逼车或者是有个机车在你旁边你是很难反应的 难的才是这个地方 手排货车 所以说我一开始是练手排车是这样子 等我开始现在开车都是开自排 我反而觉得没有错 新手驾驶确实是用自排车会是更好一点点 对 所以说同样的相机拍照如果相机 它好在全自动我说相机的全自动就能够帮你拍得很好的话 确实会带给你很大的开心感跟成就感这个是真的会有的这是真的会有 然后呢但是过去我是指过去是指我刚刚讲的那些相机以前的相机 确实是这方面表现的不够好 你连叫小朋友这样子录溜滑梯对不对 你要教他什么 你要先切换到afc 光溜滑梯这件事情你就做蛮多动作了 第一个你要切换成全域对焦 第二个要做afc 第三个你还要 可能要稍微再点一下追踪 如果没有辨识到人脸的话你可能还要点一下 你要做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你如果是写着一个小纸条贴在相机旁边 倒还好啦 问题是 在以前做这三件事情你都知道怎么做了这三件事情做下去的你都不见得拍得好 大家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说那么回到我们的相机画面 回到我们刚刚溜滑梯的例子 回到溜滑梯的例子 你要做什么事情 1.afc 2.全域对焦 全域对焦 3 然后可能还要点一下 追踪 还要点一下 你可能还是要做这三件事情 然后呢在过去 在过去做这三件事情你都做好了 都不见得拍得好 自然你的成就感会很差 你会很不爽 不爽就拍得不开心 不开心就用手机拍 这个是很正常的 可是现在的相机 这一个基本上已经也不见得了 也不见得要做这件事情 你只要记得开 记得开 afc 记得开全域对焦 这个部分他会做 人脸 人脸追踪啦 人脸追踪 其实我觉得 就已经可以让你拍得很好了 甚至我觉得 甚至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转 这个模式 不要用这台 甚至我觉得 相机这个模式 这个转盘 有没有 干脆就有个模式 叫做溜滑梯模式 你不觉得这很棒吗 你要拍溜滑梯的时候 直接拨过去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回到我们今天的问题 我们还是不要离题 我永远都没有离题 我从开始 除了一开始讲鬼故事以外 我都没有离题 是 新手适不适合买高级相机 我觉得是适合的 从今年开始 2022年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相机厂商一个机会 让他们用这些 比较优异的电子性能 来让你拍得更开心一点点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当你拿起相机 出去外面拍照的时候 我上面这七堂课 你都要学完 你才能拍得 好 可是你不可能 七堂课都学完后 你在哪相机出去外面拍 不可能 顺序就是这么尴尬 顺序就是会这么矛盾 这是事实 OK 所以说答案就这么简单 那我稍微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有人说 A74会过热 有建议购买吗 A74会过热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过热 我听到会又有 听到不会 我不确定 A74会不会过热 但是A74没有什么 A74只有一个缺点 是让我觉得不想去推荐 跟他的原因 是他在4K60P的情况下 他会有裁切 这一点是我觉得A74 蛮致命的一刀 让A7S3有销售的空间 真的A74就4K60P 那一刀一砍下去的话 A74整个都觉得 很容易过热 我跟你讲 你们讲到一个重点了 不要说A74 A1 光那A1 我讲实在话 在座各位有谁 有谁对我认识超过五年以上的 有没有有几位 有的话就喊有 超过我不要五年 不止五年 可能八 可能要七八年 在座各位有谁认识我超过七八年以上的 有没有 有就有 有就讲有 我想看看有多少是 新朋友 旧朋友 有谁认识我超过七年八年以上的 都没有吗 好 都没有 好 好 我七八年前都是用Canon 我七八年前都是用Canon 我是Canon的铁杆你知道吗 我这是Canon铁杆子 但是呢 后来我转到Sony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无反 不是因为他轻巧 是因为我要的东西Canon不给我 不是什么动态范围 不是不是那些东西 也不是因为Canon的A7很轻巧吸引我 不是 是Canon我要的东西Canon不给我 我要高画素高对焦 高画素高对焦 就这件 高画素高对焦轻巧 当然轻巧是一部分 但是轻巧也不是 最重要的 是我要的功能Canon不给我 我才慢慢转去Sony 然后呢我使用A7R3 我讲真的 A7R3 A7R3 或者是 我们回到笔记 我们回到这一部分 我们回到这个部分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那页 不见了 这一页吗 奇怪 我是不是有页笔记不见 Anyway好不管 回来我这边 刚刚讲过的问题 未来因为未来的相机 我是指未来的相机 那是因为他性能很好 我在使用A7R3 基本上我使用了三年四年的时间 我一颗电池就够 这一颗电池一整天下来 我根本就不用去看他的电量 就算是有拍缩时 我根本就不用看他的电量 这是真的 可是当换到R1 换使用A1的时候 我讲真的 你光开机 然后呢 你光去按 你光去按这些美 光做这些操作 你眼睛不瞄一下 他电力就开始慢慢掉给你看 这是 第四代的 Sony相机都有这个问题 A74也是一样 也是因为这样他很容易过热 因为他运算速度太快 他不像是我们的手机那么聪明 在待机或者是在一些没有运作操作情况下 他会降慢他的性能 不会 我觉得相机没有 现在相机还没有聪明到说 在你在待机或者没有用的情况下 他的CPU降频的意思 你不要说Sony CANON的R5也是一样电力会一直喷 一直喷 真的是这样 这是 换来的代价 你说 所以说 左手说很容易过热 我觉得我相信他说的 因为 我虽然没有用过A74 可是呢 我用A1我都觉得真的是很容易过热 因为他的 运算性能一直保持在高档 他不像是CPU 在没做什么事情 频率会降下来 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频率上去 然后但是相机好像都一直都是在高档上去去跑 所以很容易耗电 比较容易过热 应该说比较容易热 而不是过热 修正 是比较容易热 而不是比较容易过热 当然在用的时候他 继续用的时候会更容易过热也是真的 OK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有人问说以风景为主 适合A71还是A7R4 感觉想法有点混乱 很简单 如果你是拍风景的话 当然是话数越高越好 因为我不推荐人家买A74的原因 那是因为 A74进很大的进步的地方是很多人用不到的 我先讲 A74很多进步的地方是很多人用不到的 如果你不拍影片 A74对你来说没意义 你不连拍A74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你拍风景A74来说对你更没有意义 为什么 如果你是拍风景的话 请问三会脏脏脚跑吗 我问你 我问你 拍风景三会脏脚跑 树会往下滚吗 不会嘛 那么强的对焦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但是拍风景重视的两件事情 三件事情 拍风景的照片重视机身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动态范围 第二个高感光度 第三个是画素 这三件事情才是风景摄影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A74这三件事情都不是他专长的地方 你买A74做什么 当然是A74 A74是6100万画素 我跟你讲 A743300万画素老实讲没有进步到太多 当你用到四五千万画素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拍照的世界 另外一个拍照的档次 相信我我自己 我在很多年前我就5DS 我就用五千万画素拍照 那时候看了照片 真的是看到有 很精致高解析度 非常漂亮 我喜欢拍风景的人 一定是要求高画素 高动态范围 跟高感光度 这三件事情 A74 不是他最长的优点 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我不是那么推荐买A74理由原因在这里 你喜欢拍风景的人还是买A74 虽然他是属于比较旧的 但是电力不会乱喷 电力你出门带一颗电池就好 电力一颗电池拍两天都没有问题 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很了解 所以有人说跟手机要性能越高越耗电过热 没有错啊 所以说现在在看 在看 在看手机在比较说 他们会讲能耗比 能耗比 能量的能 能力跟电量的消耗比 能耗比 能耗比越好 就是 油耗比嘛 就是买车会不会看油耗 你市区一公里 你市区一公升能跑几公里 跟你在郊区一公升能跑几公里 就是油耗比嘛 对不对 跟买车是一样的意思啊 电系统的电源管理设计 PowerManager 我觉得相机 相机的PowerManager这方面 我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他 在我看来 他都一直在高速度在冲刺 给你永远都是最高速度的 但是他并不会 这个我觉得啦 应该可以透过 韧体上的更新 让你在待机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让运算的性能下降一点点 我觉得 未来应该是 朝这方向去前进啦 但是这个能不能透过韧体去改善 我不敢讲 因为我也不是非常懂 这软硬体 韧体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觉得应该要做到这个样子 不然其实很简单 出门就带两颗电池就够了 以前带一颗 以前一颗拍两天 现在是两颗拍一天 你就这么去想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问题 电池能解决都不是问题 我们就怕是 花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样懂意思吗 对 这样了解吗 JF100 喔对呀 中片幅是另外一回事啊 一亿画素 就真的升天了 我还没有看过 我 不是说我没有看过 是我看过一亿画素的照片 哇 所以我跟你讲 我要开始存钱 我要开始存钱 买富士中片幅相机 大概要存30 至少要存到30万吧 存到30万我才会去买 那个富士的中片幅加镜头 至少30万 至少我先存到30万的 闲钱 所以说我不想努力了 有没有人要赞助 OK 好回题 还是要回题一下 回题回题回题 我们今天直播快讲完了 就是 如果说今天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买相机 或者是要换相机 我认为新手 反而要应该买好的相机 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 定的不是很好啦 应该是好的相机 而不见得是高级 但是 怎样叫高级 怎样叫好 我会觉得 新手应该是要选择 比较好的相机 来分 分担你拍照的一些负担 这样子的话 你拍照成功 几率比较高 一直拍下去后 你会比较容易快乐 我还是重点是快乐 跟自信很重要 可是呢 如果你买了一个比较 洋春的 或是是比较笨的相机 而 上面的这七堂课 有些 有些学习顺序 有些是有学习顺序 你在七堂课又还没有完完全全 学完后 你拿着相机 要一口气把七堂课的内容 全部一起用上 你会拍的比较挫折 换句话说 以后的我七堂课会变成 以后的我七堂课会变成五堂课 为什么 因为其中的一堂 会变成六堂课 其中一堂课讲对焦 那一堂课就跳过了 因为不用讲对焦了 因为相机已经会判断得非常的聪明 这样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 国内外 在讨论 Z9 R3 A1 AC4 我看了非常多 国内国外中文英文 我看了非常多 我感觉到现在的相机 已经可以让你拍得 很轻松又很自在 拍得很开心 多花一点时间 在跟人相处 多花一点时间陪小朋友 多花一点时间 在看你眼前的风景 我真心觉得现在相机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 真的 相信我 真的相信我 我先讲喔 本节目是由赫珍珍摄影教室独家赞助 Sony没有给我任何一毛钱 Canon跟Nikon 根本没有给我一毛钱 都说我在给他们钱 所以说我没有在帮Sony说好话 只是 单纯只是拿他们做例子 我没有收Canon的钱 我也没有拿Nikon Sony 通通都没有 不要再乱喘了 真的都没有 OK 不痛响 这样懂意思吗 今天我只想想这个观念而已 而我不会再去想说 你是初学者 就去买便宜的相机 你是三分钟热度 你是初学者 你不值得买A1 奇怪了 人家是日镜斗金的 人家为什么不能买A1 买的现在不是有钱 就任性的问题 有钱你还不能任性 现在是有钱你还买不到 这样懂我意思吗 有没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或想听到的内容 有人说买A6拍这里狗狗 拍猫猫狗狗 是爽爽拍吗 对 就爽爽拍啊 以前你在对焦点还要一直去追 要命了 现在不用了 相机帮你分担掉这件事情 你只要专注在构图 跟你的快门光圈的选择就好 你会拍得很开心 边玩边拍 你讲得很棒耶 我喜欢你这句话 边玩边拍照 我觉得你讲这句话很棒 真的是边玩边拍照 你讲这句话我觉得 容我日后引用你这句话 你讲这句话真的很棒 边玩边拍照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 很可惜的是 过去的相机 并没有设计的太聪明 终于在2021年初 到2021年底 整个2021年 出了很多很像 很多很好的相机 都能够帮你打到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边拍边玩很重要 而手机 为什么手机相机会那么多人拍 很多原因 是因为边玩边拍很重要 你这个观念 导是 你这句话导是 启发了我 很多想法 真的 OK 还有没有人 有没有 觉得我没有讲到你想要 听到的部分 有没有想要 这说 顺便提问一下 有没有 科技始终来自于 人心 对 但人心要是 最人心才是最难捉 捉摸的东西 对啊 人心才是最容易 最难捉摸 吗 我不认为 很多人放弃相机用手机拍 是因为手机 方便 我不这么单纯认为 而是相机真的是设计的 他妈的烂 的原因 所以说 大家采用手机拍照是基于不得已 如果相机能够设计的很棒 很 很好的话 我相信很多 人愿意从现在开始 去买一台相机 因为成就感提高了快乐值增加了 自然你会想去学我七堂课的 其他几堂课 才让你拍得更进阶 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 只是 Canon 跟Nikon 或Sony 这些高层能不能听到这个直播 我觉得他们这辈子不会听到 但是如果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是会是很棒的 对 有些人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相机太重的问题 是因为相机要用的简单 不要太多 你去看 要命了 哎 你们去数看看你们相机上面的按键 你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去数一下 要命了 上面的按键太多了 符号 再把相机的符号算进去 要命了 你要怎么学啊 你一天学得完吗 你一个月学得完吗 甚至是有些人是假日摄影师 很多人是假日摄影师 什么叫做假日摄影师 就假日的时候才会拿相机 然后拿那一次下一次的假日又是什么时候 你会用 我相信没有人像我天天在摸相机 天天在搞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我甚至你把我灌到七分岁 我拍的都比你熟练 可是那已经是 那是我的工作 可是相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手机甚至更简单 手机只要打开来 按一下快门 拍插一下 什么都帮你用好 所以说 讲的真很好 很多人不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重量的问题 也不是手机轻巧的 让他吸引他是 相机用相机设计的 他妈的烂 真的是这个样子 懂我意思吗 诶 糟了 我这直播 会不会不能下广告 重播能不能下广告 我应该把那句话给剪掉 OK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是大家想知道我没有提到的 因为我想讲的差不多讲完了 我觉得拍照是 边拍边玩很重要 而相机搞的你 心情不好你就不会想玩 不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大小的问题 是相机很难用 让你拍的不快乐 又没有信心 那你干嘛带一个砖头出去 这样懂我意思吗 边拍边玩很重要 打不到这一点相机不要玩 OK还没有什么问题 很棒的很棒的分享 高科技技术要效放没有错 你看Sony做得很好 Sony做得很好 他能够把A73卖到 A73真的是 Sony A73是史上第一台超过三年 不降 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四年了 三年 A73是史上第一台维持将近快三年才降价的主机 那是因为他三年前的价格 跟规格到现在看都不落 真的是很棒的一台相机 Sony A73 有时以来将近三年都不降价 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 唯一的一台 因为他三年前就做得很棒 三年前就做得很棒 现在看A73的规格真的也不差 所以说 Nikon的Z9可不可以比照办理 把重要的规格放到未来的 Z63跟Z73代 而不要小气 我先预言 大家先帮我记得 2021年的 1月6号 这次直播 我先预言 如果Nikon在Z6 Z73 没有把Z9 重要的对焦 跟录影功能 下方到下面的话 Nikon你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Canon也没那么小气 Canon都没那么小气 Nikon你不要太小气 2022 我想说 我这边直播 我做个 我做个预言 到了2022年的 1月6号 这次直播 如果Nikon的Z9 没有把Z9的重要的 对焦 连拍录影功能 放到Z6 跟Z73代的话 Nikon你不要玩 Nikon你就出局了 因为Canon都没有那么小气 Sony 非常大方的 把A1的对焦系统 看起来的 账面资料 都放到A74上面去 目的就是要 让这个产品 能够让大家 重新回来 握相机 而不再是那么小气的 挤牙膏 或做产品的切割 这样懂我意思吗 对为了跟Sony拼 家人 牙膏 家人不是牙膏炸开来的 家人是在多买一条牙膏 OK Nikon是短视啦 Nikon也自大啦 Nikon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Nikon 因为自大 所以短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讲到Nikon为什么会失败 我可以讲 我可以讲整整两个小时 但不是今天要讲的 但是我们愿意给Nikon个机会 Nikon的Z9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就看他愿不愿意 把这些东西放到未来的 Z6跟Z7三代 而且在他推出之前 钱先不要倒 如果他跟Olympus 一样 在Z6 Z7三代推出前就卖出去 就很难讲 OK 还有没有什么事我没有讲到 是你想听到的部分 我觉得我想讲完的结论 差不多在这里 结论就是 2021年 从2022年开始 现在相机都已经做得不错了 能的话就去买 会让你拍照更快乐更开心 让你边拍照边玩 边拍到边玩 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 回头 来买相 来买相机的 我相信这是我心中 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我已经体验到了 OK 好 如果没有大家没有太多问题的话 我们就来放晚安曲了 这是我们的晚安曲 新同学可能不晓得 这是我们的标准的晚安曲 晚安曲就是我们的直播准备告个段落 那感谢大家的全身参与 本节目是由赫真真摄影教师独家赞助 没有拿Sony Canon以后任何一毛钱 所以说我单纯只是拿他们做例子而已 希望他们也能够赞助我一些 资源 不然有些东西我真的我也很难去跟大家回答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灯很不一样 我应该做后推荐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灯很不一样 对不对 灯很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啦 这样子比较有质感啦 对不对 这样子比较有质感啦 我这边应该再放个浮光 这边的灯弱一点 这样子的话我的脸会更帅一点 OK 可以下课了 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啊 这样子 便利还是手机没有错 而且有很多画面是手机拍 有很多画面是相机拍不到的 我们还是 我还是很喜欢用手机拍照 我还是很喜欢用手机拍照 甚至我还是很期待手机拍照能够更进步 但是相机已经 这一两年的相机真的是做的 已经让我重新把我的注意力 再放回来到相机上 850再拍10年了 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觉得他背料不会背那么多年 喔对啊因为 主要是我这个空间很小啦 我旁边还有个摄影棚 然后我这边有个桌子 然后我旁边又是我的电脑 我没有那么多 至少我这边没有那么多空间 去布那些灯啦 我只能说 我尽量啦 今天终于还是 不得已去买了一盏灯啦 慢慢慢慢的 因为我空间太窄了 OK 好打开 好那今天直播到这边 到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 看到居便利 继续 坐下来 再见 好 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